我看你今天唱歌唱得挺高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兴 03年情人节那一天 好朋友呢约我去聚会 就遇到了一个人 遇到了谁呀 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老公了是吧 对 掌声有请爱说 我相爱书役 今年38岁来自沈阳 是蕾蕾的老公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说出2003年2月14号那天吧 那时候03年2月14号 是我刚演完一场秀 我的朋友就叫我去聚会 去了以后呢 我也是那种不太爱说话 我就走到走廊里 叫服务员倒点水 然后他正好是从走廊外面走进来 然后我就一下子就创到了他怀里 因为看不清嘛 走廊里很黑 创到我之后 他就说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啊 其实是他撞了你 但当时我瞅了的那一刻 我愣住了 跟我之前梦中梦到过的女孩一模一样 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的 我说对不起 我说你没事吧 那天的情人节 你们俩就对上眼了是吧 我们俩挺投缘的 反正就是一见钟情 那你们双方家庭父母都同意吗 那个时候家人是极力反对 因为本身我的父母都是聋哑人 都是残疾人 他们知道我认识一个残疾女孩 就那意思 这本身残疾人对我们俩来说就非常痛苦 如果你一个正常一个男孩 你再娶一个眼睛不好了 说他以后的家庭的中断可能都会落到你身上 我说我喜欢那个女孩 我跟她在一起我愿意去照顾她 就是准备要结婚嘛登记嘛 我说那什么时候去你家呢 他说再给我两天时间 当时我一听再给你两天时间 那肯定就是家里肯定他说过了 然后家里不同意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又想起来之前的那些事 我就觉得特别头疼 所以我就开始拼命地躲着他 就把自己弄得醉醺醺地再回家 有一天我家门外面吧 那天就是挖了一道沟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根本就看不到地上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老公就在后面一把给我抱住了 我就直接推他 然后他就回头告诉我 你自己试探一下 这个是一道沟 我说什么沟啊 他说真的是沟 你伸腿 然后我就一伸腿真的都踩不到底 然后他说 就这一小道沟 你说你自己都迈不过去 你说你未来还有那么多道沟 你自己怎么能迈过去呢 他说让我来陪着你吧 让我来照顾你 陪你度过那一个一个的沟 最美的情书啊 跨越鸿沟啊 所以他这样感动了你之后 你们排除万难和家人的反对 就在一起了 对 所以当时解完婚以后我就怀孕了 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尽量地不去生孩子 会造成我眼睛的失明的速度 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 他是单传 然后他的 就是我不希望他的世界里面 这一辈子只有我这么一个盲人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的感情真的很深很深 然后他也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 我们特别希望就是 我们有那个爱情的结晶 那事实上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眼睛的情况加重了吗 加速的挺快的 就是医生说那种血液循环不好嘛 然后营养就是只能供给孩子 就供不了妈妈的身体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视力从0.1到0.08 0.05最后到0.01 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啥也看不清的时候 就是看不清 那你不害怕 而且你还后来又生了第二 因为我未来就已经是盲人 已经都确定的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意外怀孕了以后 我知道我老公 他是特别不希望我再生二宝的 所以我就一直挺到二宝三个月 然后才告诉他